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孤独比拥抱胜在 让青春去让我求来 让你离开 说不过我 一切都是为爱 没有遗憾 还有我 就让我说随风 都随风 都随风 心碎你痛 昨天花前花开 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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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往事随风 都随风 都随风 心碎你痛 明天潮起潮落 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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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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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碎你痛 昨天花前花开 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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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说随风 都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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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碎你痛 明天潮起潮落 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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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都是我 我 送你 我 是我 我 真的 我 我 manuscripts それは对我 不是 remarşam ibilidad 过了多少 即使我放了手, 陳世音他也不會三把甘休的 陳世音那小子, 心機又多 我不曉得他下一步還會怎麼樣 其實只要你表明態度不再李婉儀 他應該就不會再惹你了 莫非 莫非, 莫非你是為了自私趁機下藥 讓我離開婉儀? 王葉凡! 你歸我 你放手大姐 你只支付, 讓我懶得領你了 當然報仇了 我活到沒有大, 還是第一次被人家放鴿子 還不是別人, 還是領我心碎 有求於我 口口聲聲要我提拔照顧的廖秋彤 說吧 禮拜六是怎麼回事 有什麼理由不能出現 我 我朋友出事了 那我, 那 他出車禍 我真的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 結果 結果就 就真的很倒楣 我真的很倒楣啦 丁總 你一定是在怪我不是台局 他那個休閒服的廣告 恐怕泡湯了 完蛋了 你才知道 拍廣告事小 我輸信於人世大 唉 坦白說, 昨天場面還真尷尬 我老婆還一直嘲笑我呢 什麼 丁總, 你老婆也去喔 帶你去見客戶 總是不希望引起一些閒言閒語 何況那個客戶跟我岳家也認識 有我老婆在場, 事情會順利一些 我 丁總啊, 你幹嘛什麼事都更要靠你老婆家 不過, 丁總 你 你 對我真的 唉 真不是普通的好 唉 唉 你的心怎麼會那麼細啊 設想那麼周到 唉 幸虧你是好人 萬一你是壞人的話 換死了 那你再用起心機來 有誰鬥得過你啊 這樣吧 廣告拍不拍也沒有什麼關係啊 你對我這麼好 我又欠你那麼大人情 你說啊 要我怎麼辦 欠著吧 以後啊, 有機會還的 以後 唉 還有一件事情 我笑可不可以請個家 又怎麼了 我要去看我朋友 是個女的啦 就妳說那個車禍受傷那個人 沒受傷啊 不過 她是這裏受傷 傷得比誰都深 妳說話雖然經常電三倒四 不過都不會有意境的 這樣吧 下午妳盡量去看妳的朋友 禮拜六多上半天班 把她補回來啊 那有什麼問題 行 唉 不過我真的有那麼重要 非要我補回來啊 不要忘記匪伯 說妳行就行 不行也行 不行也行 說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說不行就不行 說妳行就行 不行也行 什麼鬼腦筋啊 怎麼想得出來的 說妳行也就行 不行也行 哪一位啊 秋桐啊 秋桐啊 哎呀還帶東西 在醫院還答應妳 宋伯伯說一個常來我們家玩的 怎麼這會兒 連個人影都不見了 不是啦 是陳詩音的意思啊 她說我直播弄弄個個性 萬一我 嗯 宋伯伯 秋桐 晚一 秋桐 妳來得正好 爸媽待會兒要出門 妳正好可以陪陪我 嗯好啊 我有話要跟你 我有話要跟大家說 是這個 王毅凡啊 不許再提這個人的名字 哎呀宋伯伯 您誤會她了啦 她是個好人耶 她現在拼命的想出人頭地 為了博取你們對她的好感呢 她想出人頭地 是她個人的事情 用不著博取我們的好感 好啊 況且 用拳頭出人頭地 並不光彩 宋伯伯 秋桐 如果你還認我這個宋伯伯 我就不許你在我這兒提他的名字 否則我連你也不歡迎 伯伯伯伯母 車子來了 哎呀 哎呀 哈嘍哈嘍 秋桐你來了 我還本來找個時間 能帶給你去看 謝謝你啊 陳大律師 哎呦 你看看你 怎麼受盡重的傷啊 一路走多撞鬼啦 當然是撞鬼了 她被王毅凡啊 莫名其妙地打了一個 不用再提這個人的名字 小燕 小燕 我們走 讓古董等不好意思 哎呀 宋伯伯伯 我還 喂 古董好細口啊 要當新娘的人 吵架開呀 我找不到你 不著急 你相信他 我爸媽相信 王毅凡說是 是他故意撞摩托車 把自己弄成受傷的樣子 王毅凡為了閃他摩托車 還摔好遠呢 可是 他真的打了失音 對不對 只打一拳啊 毅凡發誓 他只是碰他一下而已 但是 他卻受了那麼重的傷 這是陷阱 陳詩音 把自己弄成受傷的那副德性 他要徹底破壞 伊凡在你爸媽心裡的感覺嗎 王毅 我越來越覺得這件事情很嚴重 你怎麼可以嫁給那個陳詩音呢 伊凡說得對 你不可以嫁給他 來不及了 爸爸發了好大的脾氣 做了當機立端的決定 他說 他要把我親自送進禮堂 把我親手交到詩音手中 我們連吸鐵都硬了 你甘心嗎 我能怎麼辦 對 爸爸說得對 如果我不跟伊凡出去 詩音不會吃醋的 那他就不會有這些意外發生了 詩音的所作所為 都是因為愛我 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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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 你為了報答他的愛 從今以後 你不跟別的男人來往了 你不要這麼糊塗了 我是沒唸過什麼書 但是憑我闖到江湖的經驗 我可以看得出來 這樣的婚姻會有問題的 愛情不是這個樣子嗎 他好像只想控制住你 不是真正關心你 愛護你嗎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好像 好像從來沒有真正戀愛過 詩音是我生命中第一個男人 之前 在認識伊凡之前 我跟詩音 我們也有過平穩的感情生活 什麼事都是他在安排 我只要照他的話去配合就行了 我什麼事都可以平平安安地度過 可是 後來遇見了那個伊凡 秋冬 我真的好羨慕你們的生活方式 你們的日子雖然窮 可是 你們都可以無拘無縮 海闊天空的生活 傷心之下 我覺得 我 我覺得 我好像是紙巾思雀 我年幼的時候 我要我父母的呵護 我現在年長 羽毛長瘋了 我確實還要變人壞呀 我一度想受罰你們 可是 我嘗試自主自己未來的生活 我不過是稍微掙扎了一下 就忍來這麼多的意外 秋冬 我很害怕 我真的好害怕 你知道嗎 好 不要怕了 我都不怕你怕什麼 就算 就算 就算好了 你真的要嫁給那個陳世衣 那我也希望你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然後才盡力 就算你以後要被人豢養 我也要你心甘情願毫無遺憾 來 走 我帶你去見王一凡 王一凡 王一凡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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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怕嗎 天塌下來我都被你扛 大不了以後我不要進你們送家了嘛 但是我不能看到我唯一的朋友 就這樣忽利忽度的把自己嫁出去 你去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王一帆 王一 一帆 王一 你看 這是我請家大臣買下來的 我要把它拆下來賣了 然後再買一艘小船 小船也不會太小,可以航行全世界 哇,以後可以帶我去玩的耶 我已經想好他叫什麼名字了 什麼名字啊 叫姨凡 姨是婉姨的姨,凡是我王一帆的凡 怎麼樣 王一 王一 有信心也有能力去面對任何壓力 只要你支持我 任何困難都打不到我 爸爸已經把婚期給定了 就算你進了禮堂也擋不住我取你的決心 他老人家總該講個道理吧 這樣 我會親自上門去求他 爸爸不許你上門 連你的名字都不許聽 連你的名字都不許聽 因為 因為你把石英打成重傷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我是打了他 兒子打了一拳 但也不至於重傷啊 不過我不在乎他耍什麼花樣 我什麼都不在乎 王一 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 我如果不信你 我怎麼會來找你呢 我怎麼會來找你呢 秋彤 人是你帶出去的 怎麼會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呢 怎麼會不知道到哪裡去了呢 你真急死人 我 你是怎麼叫我的 宋伯伯 宋伯伯虧待過你沒有 不但沒有虧待我 還對我有恩 那麼你告訴我 你把宋伯伯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 秋彤 你說啊 我不能說啦 為什麼呢 因為 孫伯伯伯不但對我有恩 而且還交代我要照顧婉姨 為了婉姨的幸福快樂 所以我把她帶走 你把婉姨藏起來了 我沒有 我 估計她等一下自己會回來 她是一個人 當然不是 是跟王毅凡在一起 說 一人 伯伯 孫伯伯 秋彤 孫伯伯 王毅凡他不是壞人 起碼他比某些偉君子正直多了 你錯怪他了 他不是壞人 你說給誰聽啊 不要以為沒有人知道 我告訴你 我將她的身份背景查得清零之處 她坐過牢 服刑了八個月 坐牢也有孕育啦 更何怕是被朋友陷害的 我不也是啊 進出派施所向家常便飯 你覺得很得意很光榮啊 是沒有什麼好得意啊 也沒有什麼好光榮的 但是我並不覺得丟臉啊 宋伯你不能光憑這些 就斷定我跟王毅凡是壞人啊 我不管王毅凡是壞人還是好人 我只知道她不適合婉儀 也不適合宋家 突然交往下去 這又增加彼此的困擾 突然無意 九頭 我宋伯伯認識你到今天 我只有付出的 沒有回收的 而且我這一生也從來不求別人什麼 可是九頭 今天 我就只求你這一件事情 宋伯伯 不要再管婉儀跟世英的婚事 婉儀嫁給世英一城定居 我們宋家在社會上還有些地面 我不希望我死後 還留下讓人耻笑的話柄 一人你在說什麼 什麼死後的話柄啊 你不要問 我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婉儀跟世英的婚事 九頭 如果你還念在我過去對你的一番恩情 你就答應我這一項邀請 同時我希望 能當婉儀的半娘 是福最重要的 每天都在工作 我認識你 是福好 是福好 來,洋蔥炒蛋 怎麼樣?這醋醬好不好吃? 好吃 想不到一個男人可以送出這麼可口的菜 你們女人會做的事情我都會做 除了不會生小孩之外 你來盛飯,我去端湯 秋彤,吃飯了 時間不夠,排骨可能太,燉著 你什麼時候回來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餓了 我再去拿副碗筷 去出門 吃飯 抓賣 難得吃了我做的豬蹄蹄 味道很棒 謝謝你,這是 謝我喧蹄 你带我看哪 别歇得太早了 我能把他带来 我就能把他带回去 我来就是带他走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梅伯还是孙悟空啊 你能玩什么花样 我能玩什么花样 我能玩什么花样 宋伯伯是我恩人 他一生从不求人 一个钟头前他开口求我 他含着眼泪求我 王亦凡你说我能怎么办 我爸爸 我爸爸 我爸爸求你 宋一 我不是人 我对朋友不忠 但是我没有出卖你 我真的没有出卖你们 我把所有责任都往我自己 一个人身上扛了 可是宋一 我自己 恩秦这两个字 原来有那么沉重的压力 就无力也无法招架 宋伯伯她心知肚明 她知道王亦凡并非坏人 但是她更重承诺跟门弟观念 他不想在死後 留下任何讓人恥笑的畫瓶 笑話 晚一站過會讓人家恥笑 他解除婚約就會讓人恥笑 你別忘了,這一次台灣社會還很保守 宋伯伯有他的名譽跟地位 當似乎 當似乎已經知道自己的病情 他已經逐步在安排身後事了 今天下午 他已經正式地退出自己的公司 剩下的呢 就是安排婉姨的婚室 走,婉姨,我們去求你爸去 我不是求他把你嫁給我 是求他把婚期往後緩一緩 沒有用了 喜鐵贏了,禮堂也定了 宋伯伯認定了陳世音 婚期絕對不會更改的 他要親手把婉姨交到陳世音手中 我去不及我們 就是因為她不及的 我去不及其他人 不及其他人 說的不及其他人 他倒不及在那裡 我什麼不及其他人 他就是又不及其他人 来跟你说,说再见 原来,原来你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 你早就打算想听从你爸爸的话,嫁给陈世音 如果,如果爸爸没生病 我会不顾一切,不顾一切反抗这种混事 可是,我也看着爸爸的身体 这一寸寸的消失 我无能为力 我也不忍心再去忤逆他一点一点 我相信你,你绝对不是一个泛泛之辈 你将来,你将来一定会有大成就的 可惜,可惜我等不及了 我没有这个福分 我还想说 你,你以后要为我准备的一切 要为我付出的一切努力 今天,今天这一天下午 我已经很满足 很满足 我不在意你 祝福 我好 interes 不是,好像说是 我得不舒服 不是,说是 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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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账 结算好 加上 我原来在银行的存款 大约还剩下两百万左右 这栋房子虽然是租的 但是我已经跟房东谈好 分期付款把它买下来 投期款百分之五十 我已经付了 剩下百分之五十 就有适应你来负担 这当然没有问题 伯父 房子的名字是 你喊婉姨 我跟秀卿的名字 就不必放上去了 免得遗产有麻烦 伯父 我知道 你一直在隐瞒我的病情 我非常地感激 可惜 我的时间不多了 有些事情 师爷 我们必须要开诚不公地谈谈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 催促婚事及早举行的原因之一 你 伯父 师爷 我并不糊涂 今后 我就要把这个家 全部交托给你了 万一 你尤其要善待他 我会 你放心 我一定会 等婚礼结束之后 我就要带着你伯母 到台湾中南部去走走 在台湾住了这么多年 有很多地方都没去过 我希望 我希望 我的身体能吃得消 还来得及 来得及 不不 一定来得及 你要挺住 我还希望 将南能为自己的外孙 起个名字 不会等到那一天 不会了 你们在说什么 你怎么了 世音 你伯父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们是担心万一 你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我能瞒你什么 不要骗我 这些日子 你 世音 还有万一 你们全都奇奇怪怪的 就连秋冲的言行 也前言不搭后语的 你们在欺负我老实 是不是 是不是 伯母 你误会了 我没有欺负你 我们就担心万一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 秋冲不是说去接她吗 她会回来的 很快就会回来 我了解我女儿 也了解秋冲 世音 还有一件事 结婚之后 不要排除秋冲这个人 她本性不坏 是婉姨唯一的朋友 是个真朋友 我答应你 不服 婉姨 婉姨 吃饭了没有啊 你饿不饿 累不累 你这孩子 你说话 你到哪儿去了 婉姨 婉姨 爸 我以后 我再也不会随便跑出门了 您请放心 真的 真的 那 我们的婚礼 当然 如期举行 你不会后悔 不会怪爸爸这下安排 不会的 不会的 爸 我从没怪过你任何事 我只怪老天 老天也作弄人 让我没有时间 也没有能力 能够多陪伴你 王玉 是美国方面的医生 医院需要我先生的病例 什么时候起车 下个礼拜 礼拜 礼拜一 祝您好运 祝您好运 徐大夫 送一人的病例资料 直接交给宋太太的房子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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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